58. 承報 希拉莉俱認郵件門類選情 2015年7月27日國際A11 本部國際組報導 各族美國總統大委的前國務卿希拉莉 上週6.25日,回應一位政府督察首長的信件 便解說擔任美國國務卿期間 她並不爭使用私人電郵帳號傳收過機密信息 據報導,郵件門爭議正拖累希拉莉的總統選情 外界擔心,最有希望贏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希拉莉 可能試圖規避透明度和紀錄保存法 10月或面臨郵件門責問 另外,希拉莉競選團隊上週六宣布 希拉莉將於今年10月22日出席國會眾議院班加西事件 特別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 外界預計,除了解釋班加西事件 介紹他也將面臨共和黨關於郵件門的責問 目前有關班加西事件的調查已經與郵件門交籍在一起 自希拉莉被捕私由供用後 眾議院班加西事件特別委員會要求希拉莉交出 全儲其電子郵件的服務器 將其交由國務院或中立的第三方保管 但希拉莉拒絕讓步 班加西事件特別委員會還認為 美國國務院是在編坦希拉莉 在編坦希拉莉 都不擔心